姜濤最近忙於拍攝她的第一部電影《K風暴》 但仍有留意粉絲們的消息 昨天有人在她的粉絲社交網站留言 指她的女朋友姜濤 但女友不幸在7歲時開始有糖尿病 現在27歲的她不但多年被病魔折磨 近日更因腎衰竭要洗腎 以及今天接受手術 希望透過粉絲社交網站 讓姜濤知道這個消息 為她的女朋友打氣 結果姜濤知道之後 即刻在IG的限時動態 轉貼那位女粉絲男友的貼文 再留言為她們打氣 另外姜濤昨天在IG的限時動態 做直播和粉絲互動一下 不過她在8分鐘的直播裡 只是坐在黑漆漆的車內不發一言 但仍然吸引過萬人收睇 但有粉絲見姜濤默不作聲 即刻留言問 為何不作聲?是否不開心? 但她未有回答 直播完結之後 姜濤再補發一張自拍照留言 多謝大家 看來姜濤工作非常繁忙 以至心情略有影響 請看來姜濤 請看來姜濤 請看來姜濤